之前思想有冲突,有没办法共事的时候 你不把这个话道破,人还可以保持一点默契 你看古代的人讲话,没有把话讲死的 特别是之间没有共事的时候,你不讲,我也不讲,还可以保持平衡 所以我们今天带人主事,不能求真,也不能求美 求我自己保持慈悲心 所以菩萨道是求善,一善也本 我们再讲一下,从自立的角度,是追求来生的安乐 从立他的角度,是追求善良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 以二认识生命真相 这个佛佛说,我们的生命啊,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 它不是一个点状的 它是一条线的,而且是流动的 那么它是从过去流到的现在,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 而这个水流的一个整个引导者就是你心中的思想 因为你的思想决定你的行为,也决定你未来的果报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思想是很难改变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大部分都是历史不断的重演 你看经典上,佛佛看到一个弟子造着沙盗淫妄 佛佛说,这个人不是今生才这样做 他以前就常常这样做 因为我们的思想是一种习惯性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今生的生命跟前生很多的雷同 很多的历史的仇乎 直到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三宝 我们皈依在三宝座下,开始受见 我们很冷静的面对三宝的定界,开始跨越 这时候感动了天地,天地崩裂 释放出清净的荧物 然后灌到我们的心中,产生新的愿望 这个时候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我一定要改变 因为这个时候生命从那一天开始变化 所以我们讲思想思想,其实思跟想是不一样的 思是你心中的愿望,想是你心中的想法 所以我们第一个改变是由于思心所带动的,就是你心中的愿 那么有了思心所的愿望以后呢,第二个要想,就是心中的光照力 你要培养一种对生命一种正确而不颠倒的想法 这个地方就是第二个主题了,我们怎么培养一个正确的想法 来引导我们正确的行为 就是认命分明的真相,前面讲到思 愿望,这个地方讲观照,讲到想 那么我们看认识生命的真相呢,有三段,先看第一段 万法维世 首先我们要知道,其实你的生命是由你自己的心所变现 由过去你的心态,变成了现在的你 由你现在的心态,又变成来生的你 所以上帝不是变化我们,是你的心把你自己创造出来 那么我们在心在变化万法的时候,其实是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第八字,第二个第七,第二个第六 其实这个八字当中啊,最重要只有两个,就是第八跟第六 第八跟第六,一个是主宰你的果报,第二个主宰你的阴地 好,我们看 那么,大众佛法认为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有两个内涵 第一个你是在承受果报,第二个你在造作业力 那么从承受果报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这个图是从上面读下来的,从成熟果报 首先呢,就是有初能变的第八字,就是义手指 这个熟就是成熟的意思 它可以把你阿拉里亚斯当中强而有力的种子把它成熟而变成果报 就好像说,你把这个米放到电锅里面煮 这个电锅可以把这个米成熟成饭 阿拉里亚斯也是一副如此 你进去的是一种潜在的功能,但是它释放出来是一个色心做法 为什么?因为它有成熟种子的力量 那么第一个是把这个果报变现出来的 变成是你有一个你的外表 可能是男众或者是女众或者庄严或者怎么样等等 那这个是谁变现的呢?是你阿拉里亚斯变现的 你自己变现,这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长得怎么样跟你父母亲完全都没有关系 那是你自己阿拉里亚斯,又不是别人的阿拉里亚斯 你自己的阿拉里亚斯释放出来 那么释放出来以后呢,就变成第七识 这个识量,你就在你这一集的五蕴的身心当中捏造一个自我 就是我,就是以这个果报为我,以五蕴为我 你会产生一个我的想法 这个我的想法是第七识捏造出来的 第七识是很特别的,他也不变现果报 他也不当做业力,他只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果报体捏造一个我出来 那么有这个我以后呢,就有第六识 以这个自我为中心啊,开始去表别六成的境界 表别色身相会触发,产生很多很多的感受 快乐的感受,痛苦的感受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讲,承受果报是这样子来的 从第八识的把这个业力变现出来 第七识产生一个自我的想法 然后以自我为中心,开始去受用六成 产生快乐痛苦 这个是叫做承受果报 第二个,我们在承受果报的时候 我们又造作一个新的业力 这个要注意啦,对来生有关系 那你要造作业力,你要从下面读上去 第六识 第六识在承受快乐痛苦的时候 他产生一个想法,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想法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 如果他产生的想法是即时行的,那就完 这个人要修上去就很难 生命的目的是即时行的 他可以不择手断荡自己快乐 然后到很多罪业 如果他的想法是生命今生痛苦快乐不重要 来生比较重要 来生比较重要 我是为来生而活 那这个想法就正确啦 这种人就容易去要求自己专和修专 所以 当你果报出现以后 你第六识去了别境的时候 产生快乐痛苦 你又产生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当然跟你自己过去所学的圣贤之书 你体验了多少 有关系 那么这个第六识的想法 此令到第七识 此令它更加坚固 然后再回存到第八 又怎么样 又把它送进去 所以第八识,它变现了阅律 让第六识来受用 第六识受用完以后 又造了一个阅律,又把它存回去 就构成一个什么样 生命的相续,业果的相续 你说你为什么今生死掉以后 还有来生呢? 因为你今生在受用的时候 又造了一个阅律 这个阅律怎么又创造了来生呢? 阿罗汉为什么死掉以后 没有来生呢? 阿罗汉他把阅律释放出来以后 他就是观一切法空 他不再造业 空无相无作 所以阿罗汉今生结束以后 他没有业律的 他没有业律的 他就怎么样? 入无身了,入涅槃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讲 假设你要看承受果报 就第八、第七、第六 你如果要看照顾业律 就第六、第七、第八 这个地方我们看 当然这个主导者是第六识 第六识在承受果报以后 要造业的时候 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你选择留转门 就是处做一缩小子 就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目标 做什么都可以 造业也无所谓 造善也无所谓 那你就是怎么样? 由这个处 这个处就是外境决定 你来到了清静的环境 你就造善 你离开的义德士到外面去晃 你就造业 你这种人是有转门的 那你一个人受了戒以后 那就不同了 你的生命 第六识有作意 就是一种紧接的功能 就是如理作意 我不管外境怎么变化 我一定要断恶 我一定要修缓 我一定要度众生 我心中的三级境界 跟外境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环境 你是由作意来引导 好 那么这是一个总说 我们看下一段 那么 把这样的一种承受果报跟造作业力 我们把它分两段来说明 第一段叫相由心生 就是 把过去跟现在这两块来互动 我们其实是在承受果报 其实我们现在 深受过去的影响 那这个承受果报这个地方 请大家刮胡写一个因无所处 我们把这个大串的道放下去 这个承受果报是要无处的 你不能太在意 那下面这一段 向随心转 这个造作业力 这个地方 写一个儿神吉星 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 我们先看 我们是怎么样来承受这些过去的果报 好 这个地方要两段 先看第一段 无死时来戒 一切法等一 由此有诸去 举内反正人 佛卓说 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 我们已经经历了无量无边的生命 而这些生命呢 凡是走过的生命必定留下痕迹 这个痕迹就是所谓的戒 这个戒就是种子的意思 你虽然生命死掉了 但是你这一集当中所造的善恶业力的种子 留下来了 而这些种子呢 一切法等一 都被谁留下来 被阿拉也是所留下来 因此阿拉也是而住 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生命都留下很多很多的痕迹 有善的痕迹 恶的痕迹 所以当这个悦力成熟了以后 就创造了 由此有诸去 及涅槃正人 有些人到天上去了 有些人到人间去了 有些人到上海上去了 有些人到涅槃去了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果报呢 因为我们过去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力 所以你这个业力就不断不断出现这些果报的差别 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段 看第二段 鬼旁生人间 各随其所应 等是心意故 习意非真实 他说这个六道的处生 像这个鬼道 或者是处生 或者是人 或者是天 这些果报为什么那么多差别呢 因为各随其所应 各随其心中的这些业力的种子 而出现它相应的果报 所以这个果报 是由你自己的心把它创造出来 这怎么知道果报是由心创造出来呢 他讲出一个例子 等是心意故 你看同样一件事 每一个人受用不一样 比如说你说水 你今天人去看是水 是一个私论的水 但是鬼道看到这个水 它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火 如果说这个水是真实的 你应该人去看是水 鬼道也看是水 因为你人跟鬼心中的业力不一样 所以他每一个人 释放射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等是心意故 取一非真实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切法的意象 它的真实象是不真实的 我们说一切法空 法空观就是这样 你看我们在义德之处 我们住了一百多个人 我们吃同样的饭菜 做同样的早晚课 但是你们每一个人感受会一样吗 不一样 虽然相逢就是有言 大家过去生一定有很多的因言经生才会在一起 但是大家一起造业 共业中有别业 比如说大家都来义德士 你一定是哪一天 人家在盖庙的时候你有出钱 但是你有时候出三百 有时候出五百 还是不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有些人在义德士 他活得很快乐 义德士非常好 环境也好 各处非常好 有些人就觉得还是有点缺点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环境 你能进去接触的时候 你会不同感受呢 每一个人的福报不同 因为没有真实的义德士存在 主要知道没有真实的义德士 每一个人都产生心中的义德士 受用你心中所变现的义德士 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心中的影像 其实我讲这句话 没有真实的义德士存在 那没有一个人是我在受用什么东西呢 你受用你阿拉雅也是自己变现的东西 你看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就很知道什么叫做没有真实的法 你看那个目见人尊子神通第一的阿罗汉 他成就阿罗汉以后 他以禅定来看他过去的母亲 堕落到鬼道 当然我们讲过 事出必有因 他妈妈以前就是欠贪 什么东西 都要把自己都抓住 不愿意吃什么 而到二轨道去了 阿罗汉有慈悲心 看到自己的母亲 赶快去脱坡拿饭菜给他妈妈吃 拿了很多饭菜 当然他妈妈旁边还有很多轨道 都要来抢 他妈妈欠贪的心思想没有变 还是要把别人剥开 结果他把饭菜赐下去的时候 变成了火焰 把他的喉咙杀坏 为什么目见人尊子明明看到饭菜 跑到他妈妈的喉咙变成火呢 是会怎么解释 就是没有真实的饭菜可得 你看是饭菜他看是火 因为他的业力跟你业力不一样 那你的阿拉也是跟阿拉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今天承受果报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件事情 忏悔自己的业道 任命忏悔 就这样而已 我们不要在果报做太多的努力 因为这个都一事无补 因为这个跟我们过去有关系 我发现我们很多人 花了太多时间在承受果报 在不能改变的事情上 结果让过很多的生命 因为 当阿拉也是在释放果报的时候 不会因为你讨厌他 他就停止释放 也不会因为你喜欢他 他就释放多一点 他跟你的想法完全没有关系 阿拉也是没有意见的 他刚刚放多少就放多少 放到完 他也不会给你多放一秒钟的 所以 我们在面对果报的时候 只有两个字 任命 就是因无所住 你不要把心血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不会因为你的想法而改变它 不可能 我们在忏悔业障的时候 你要知道 那是 这个业力还没有变现成果报 你忏悔有用 一旦它变现了 你很难忏悔 你说你今天是一个理重 你忏悔成难重 我看看 不可能吧 那这个成熟了 这个米已经成熟了 你说我把它 那怎么变它就是一个米呢 我们忏悔是怎么样 这个意还没有成熟 赶快忏悔有用 它已经变成果报了 这个很难忏悔 那你就认命了 改变心比较快 所以我们讲 在承受果报的时候 大乘知道是怎么样 你一无所住来面对 不要在这个果报上 成败上浪费太多世界 因为它是不能改变的 诸位 它不能改变 你怎么弄 你就是浪费世界 没准你还自己起烦恼 那重点是第二个 这个可以改变了 我们会影响未来的 我们看第二段 向水以星转 这个很重要 当这个像出现的时候 我们又会造一个业 这个时候你的想法就很重要 你要培养一个正确不见了的想法 我们看 信介受三横转异 跟谁信等总相延 动身花以独为罪 隐瞒人造业力却 那讲到第六意识 在面对果报的时候 它的情绪的变化是很复杂的 你说是怎么复杂呢 信介受三横转异 它有时候是在异界 有时候在射界 有时候在无射界 有时候在无射界 有时候对不起 那个三性是讲 善性、恶性、无际性 或者异界、射界、无射界 有时候是苦受、热受、扯受 这个是不断的变化的 那么这个变化当中 有时候是根本烦恼相应 有时候谁烦恼相应 有时候到了佛堂 又生起信尽念定会的善根 那么它这样的变化 对我们的牲口恶业 产生的引导的作用 你看,动身花语独为罪 引满人造业力圈 它的情绪不但变化 等到它力量大的时候 它会驱动你的身体 驱动你的嘴巴去讲话 然后最后造的引业跟满业 引业就是强大的业力 会影响总报子 满业就是薄弱的业力 影响别报的 那么是要创造一个来生的果报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你的思想是很重要的 你第六意识的群星变化 会带动你的身口去造业 而这个业又会影响到未来 那么它这个思想跟果报的互动关系 我们看第二个寄送 明是父为客 其心一群之 一二一当推 为当即为假 这个明就是明言 明言就是你的思想 你的想法 这个是就是你外在的果报 我们的果报 会影响我们的想法 想法也会影响我们的果报 所以这两个是互为客 是互相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性质 但是身为一个菩萨 你应该好好的去体会 那么在这个明言跟外境当中 你要知道一个观念 微量即微假 每一件事情是无自信的 你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量 什么样的想法 它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作用 这个果报到底是伤害你 还是变成帮助你 这个果报本身是不能决定的 是你的想法 你说你这个人身体多病 我们只能够说多病是痛苦的果报 但是我们不能说生病就障你的道 那是你自己讲的 是你自己讲的 是你自己认为的 病痛叫做痛苦的果报 但是它不是障到的 偶尔是讲 病动你产生正确的想法 它是一种正面的力量 你看消灭我们的妄想 正常我们苦空无常无我的关门 你为什么知道无常呢? 因为它生病 也就是人生不能久度 来生不能再如回下去 这不是个头 所以 如果你要知道那个观念 你看你今天忍了 我们无始绝采觉得很多很多的善言 也觉得很多很多的恶言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这个佛法讲改变的 很多人总是觉得改变改变 改变你的想法 我讲实在话 你把每一个人都当善之士 你把你的亲属当善之士 它给我鼓励 给我信心 你把你的烟家当善之士 它刺激我 让我进步 增加我的整肢波罗命 你把每一个人都当善之士 它果然扮演善之士 每一个人都在帮助你修行 你把每一个人都当恶之士 每一个人都在伤害你 我不骗你 很奇怪 其实它果报出现的时候 维持觉察它是无忌性的 它是非善非恶的 那怎么会变成善恶呢 你自己想出来的 你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一个人经常生起负面的想法 其实我们讲实在话 一个人是怎么样 你自己在伤害自己 我讲实在话 没有人在伤害你 因为 那也是就是把果报献出来 谁知道你会这样子想呢 你跟果报接触的时候 你产生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会影响你造业 我经常问很多的练佛人 你听到佛号的时候 你申请什么想法 你申请什么想法 我听到佛号都没有想法 你没办法往生 你没有想法 你就没有耗耀心 没有皈依的心 我跟你讲 你听到佛号的时候 你念这些Nambo Amitot 完全没有想法 这个佛号你练不住 你看导佛区 有些人这个佛号 他一念下去 佛号在心中 一进弥陀练诵心 他跑不掉 他跑掉 他知道会打回来 有些人佛号在这练练 练不住 就跑掉了 跑掉以后 他不回来 他回来又跑掉 因为你们之间 没有一种逆乐的心 他跟你没有关系 你对佛号没有思维 这个佛号是功德庄严 他有种种安乐的功德 亲近的功德 无量官无量寿 我今天举另外一个例子来比对 你今天想到巧克力 你有什么想法 你说我没有想法 你没有想法 你一辈子吃不到巧克力 你跟他没有交集 因为你没办法正确的意念他 你说这个巧克力很甜美哦 吃下去有一种幸福的感受 它还给你种种的能量 你想想看 当巧克力的想法是 甜美的感受 给你能量 它是可可雅做的 它是安神的作用 你这样子把巧克力的功德联想在一起 你就有一种逆乐的心 你在未来的生命当中 你就很可能跟巧克力在一起的相遇 所以我们讲义佛 你为什么要依恋阿弥陀佛 问题是你这样子 你才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因缘嘛 我讲实在话 你来生不想跟谁在一起 你少去依恋他 这下一堂可以说明 其实你的生命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不善用极心 你来生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所以 今天 我们今天在面对果报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 又是不是要儿生极心 这个要注意 这是你该注意 因为它会影响未来 影响未来 好 我们看 那是怎么个影响法呢 我们看月果差别 我们讲到 生命是由你的思想所创造 那我们很想知道我来生是怎么样呢 这边有一套公式 你把它带进去 你就知道你来生是怎么样 第一个 财务 你来生会不会跟财务相遇 会跟很多还是很少财务相遇 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思想检验一下 第一个 富贵从富士中来 富士 假设你想到财务的时候 你要想想看 当你今天有五千块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想法 先看你的直觉 你直接的想法 不要去对视它 就是看你的 直接看你的想法 你说我五千块 我要把三千块来做的够养常住 两千块留下自己用 你来生还会继续有钱 一定会还会有钱 你问他怎么样 你有富士的心 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你有这个富费的够报 贫穷从千通展览 你看到五千块 你就把它夺在你的床部底下 你的有钱到今生结束就没有了 你去缓因人生了 生命四处必有因人 你一个人不想跟财务跟人家分享 受害的是你自己 所以你要想想看来生的问题 一个人不能只想精神 想到来生的话 你就会强迫自己 改变自己的思想 我们再看下一段 那么前面讲到财务 这就要讲生命 我来生的生命是健康呢? 还是多病呢? 这个地方也可以检查一下 长寿从慈悲中来 短命从杀生中来 慈悲 你今天遇到人事的时候 你习惯性用慈悲心来面对 我起码我不损扰重点 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我不想伤害他 我不忍心伤害他 你经常起这个想法 我保证你来生 活得比谁都长寿 你也不用找医生 你的果报你说不会好吗? 因为你那个慈悲的思想 是创造健康的果报的神奇 如果你今天的想法 是经常要去触脑对方 去伤害对方的想法 有这种攻击性的想法 那你来生可能是短命多变 这个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跟上帝也没有关系 第三个中言 从忍辱中来 丑陋从深入中来 这个是讲到一个人的外表 如果你这个外表 来我日常的很专业 很丑陋 如果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别人刺激你的时候 你习惯性的想法 算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经常生起这样的想法 宽容 宽恕包容 那么有些人是 吞怒 你对我不好 我也对你不好 以牙还牙 你经常有这种想法的 称慧的想法的 暴富的想法的 你来生可能会长得很丑陋 最后一个 讲到地位的问题 如果我来生是做高贵的还是做低位的呢 高贵从宫敬中来 这一件从加慢中来 那么 假设你今天是 谦卑 你经常保持很低调 总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那么你来生就容易生长到高贵的地方 来生来到义德寺 帮他让他赶你做 因为你没有这种因地 所以我们和上尼全身是修谦卑的 所以他今天有这个所报题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因地 事出必有因 当然没关系 我们全身没有做好没关系 我们来生有希望 因为 今生的你是全身的你创造的 你要怪一怪全身的你没有把它弄好 但是没关系 问题是你来生你还有希望 你还有机会 那么 悲剑从加慢中来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包括在上 总之觉得别人比不上你 你来生会生长一个悲剑的地方 容易让别人看不起你 所以 我们从这个表格 可以检查出两件事情 第一个你可以知道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的情况 你对象就知道你过去的你是怎么回事 你也可以知道来生的你是怎么回事 当然 我讲过来生这个还没有出现 还没有出现的东西都有希望 都可以改变 主要你设定目标 所以我们讲生命是有无量的可能性 未来有无量的可能性 你说我来生想要有钱 一个人一个菩萨没有钱 我都不能做慈善事业 做什么事都不行 那很简单 你从现在开始培养布施的心情 培养布施的心情不一定要很多钱 我现在有十块钱 我布施五块 布施六块 可以吧 重点是培养那个思想 培养那个思想 所以这个表格 你可以从这个表格去 检查你过去的你是做了什么事情 从这个表格你也可以预测你未来的你是一个什么项目 这个表格非常有用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因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造 生命就是这样子出现的 就是这样子出现的 跟别人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你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 然后你自己才去受用 过去的你创造了现在的你 现在的你又创造了未来的你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今天呢 先谈到这个地方 讲太多也没办法消货 那我希望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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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